历史三天,已经千辛万苦 总体来说就是惊险刺激 这会儿我再来补充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历史三天,已经千辛万苦 我们终于从乡格里了 到了卢谷府 本来这路是走卢亚西线的 结果西线封路了 又走了好几个封路的路段 终于绕到这个 卢谷府来了 感觉怎么样啊 啊 这个湖太美了 我是说这一路你的感觉啊 感受嘛,谈谈你的感受啊 这一路啊 那刚从那个香格里拉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挺震撼的 因为我没有怎么出来旅游过啊 啊 那个风景 我觉得两只眼睛根本都不够 你们要来的话一定要多 一定要,我觉得我八只眼睛差不多了 我觉得还真的看不完的,看不够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很害怕嘛 害怕那个石头会落下来 一路都是落石 一路都是塌方 真的很多小的时候很大的石头 我甚至看到一个车 然后那个车就直接撞到那个石头上面 还是那个石头砸到那上面 嗯 我觉得挺那个的 所以我老师后来那最美的那段风景看掉以后 老师看那个石头 老师害怕石头会掉下来 你怕石头掉下来 不是,他们这边它是那种石头 你看着好像要掉了它不会掉的 就是挂壁路端嘛 悬崖挂壁路端嘛 为什么那么多石头掉在那里呢 它掉的也会 你就是安慰我 其实我是很害怕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走过那样的路 再接着呢 好像还有走那个悬崖的时候 我被吓死了 悬崖 悬崖 那你还老是说 你看悬崖 我本来都怕了 我都一句话都不敢说 你还叫我看悬崖 就是你 我感觉你是没有走过那种路嘛 我就跟你说一下 那是挂壁路的 下面都是万丈深渊的那种 你不要跟我说 我本来都害怕 其实我瞄了一样 我都很害怕 那你害怕的是什么 是因为那个路窄吗 还是因为那个 我怕掉下去吗 怕掉石头吗 不是 石头也怕 那个悬崖 我害怕掉下去 你要相信啊 我是老司机啊 反正还是害怕 因为从来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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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开关 做过那么高的山上去 我害怕 还有呢 还有呢还有弯路 弯路还什么说 那个云南是什么 18弯 山路18弯 对 歌里面不是这样唱的吗 18弯 但是我觉得那个弯啊 何止18个弯 68个弯 78个弯都有了 那全是弯 你记得有一次吗 我们翻那一座山 就翻了一两个小时吧 才翻上去 好好我真的是 我觉得 那全是弯的 我确实话 我腿脑是软 因为有的地方它是没栏杆的 你开车有时候开的挺快的 没栏杆的 没栏杆 我就害怕掉下去 再加上在那个陆江大河里面 看见一辆车 一辆车冲到下面 我们看到那个 那不是陆江 那个是里堂河 它那个水是从里堂流下来的 这样的 里堂河 反正那个江里面有辆车 我更加吓死的 还有死的 好动物啊 我反正害怕的 然后又弯了弯了 我就抓住那个 我手都出汗了 我觉得我都不会呼吸了 真的不会呼吸了 我当时我感觉就是 你不说话 一直捂着胸口 我怕嘛 我说你这个小心脏怎么受得了 我真的很怕 你有心脏方面的病吗 没有 没有你还怕成那样子 我从来没有那么高的山 这一辈子也没有爬过那么高的山 嗯 还有其他的吗 就觉得还有补胎的那个 我觉得补胎的那个 哈哈哈 加油啊 加油哈 我们绕回来绕了那么远的路 才加到油啊 所以说 那朋友们出来的话 一定要把油加满哈 很重要 我们不是绕回来到了很远 我们是那个路 走到那里是 他是没有加油站 而且封路了 本身油是可以跑到卢谷湖来的 结果那个卢亚西线嘛 我们开始是走到卢亚西线嘛 结果西线封路了 封路了就到不了这里 到不了这里只有往回走 往回走走了几十公里之后 他们建议我们走其他路线 就是不山江口它也 也是那个做轮渡也做不了 然后只有还有几个路线 其实都可以走的 为了不走更多肥头路 所以说我们只有 走最远的这一条路 就是今天我们走这一条 就是最远的这一条 其实 其实我是一点都不懂的 你从哪里走哪里走 我就是只顾了害怕了 只顾了看风景了 哪里还知道你从哪里走 我就知道 反正是油不够了 没有油是没有办法的 我都吓死了 我说没有油 荒郊野外 我们还要在那里 不是还露营两天 其实我心里面也挺担心的 因为它这边很多家 在你是收不到的 你能收到的就是你特别特别远 因为当时我开始担心的时候 我只有一格有了 就是那里封路了嘛 然后我就开始担心了嘛 担心了我车就只有一格有了 第一担心那个 那个油 后来又担心那个轮胎 又担心悬崖 一路都在担心过来的 石头也担心悬崖也担心 油也担心 轮胎也担心 我觉得我一直都在担心 但是我还是看到了最美的风景 真的太开心 而且到了卢谷湖以后 真的太美了 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是吧 就是就是你开车真的 我真的要说一下 你看我们那个时候 我说你慢一点慢了 其实我已经很害怕很害怕了 你差点给那个车碰到 你知道不 不是他们车开的快 我们车开的不快 我挺稳的 快的 转弯的时候 因为弯路太多了 我真的吓死了 反正我跟你说一下 我是很害怕的 总体来说的话就是 惊险刺激 是吧 风景也很好 是吧 就是那个 我们露营在香格里拉露营 那不算个事了 我们真正的真正的露营 就在那么最深最深的山里面露营了 真的是那个是真的是露营了 那个是真正的露营 那总体感觉还是不错吧 嗯 还是怎么说 可不可以用那个 不虚此心来形容 可不可以 可以 我感觉 我感觉军险刺激 放在你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 军险刺激 但是这样跑过一次以后 我下次可能就不会这么害怕了 但是我依然不敢看下面 我真的说实话 我看下面 我不是你开的时候 都这样子的 我都不敢往这边看 你我那边 我就是悬崖是我开车那边的 你后来 你是在你是在左 你是在左手边 我是在悬崖的右手边 我正当是悬崖边上的 我跟你说 但是你教我看的是 那个路 那个路的话 只能通过一辆车 而且还有很多地方就是一辆车就要 恰恰的才能通过 技术不好的就根本通不过 你知道的 但是呢 我现在说的是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不远的地方 那个地方也是 那个地方正好我是靠这边 我这样看一下我就吓死了 我还是很害怕 我跟你说实话 我甚至想过了 我说如果真的掉下去了 粉身碎骨的话 哎呀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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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那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走卢雅西线 一路都比较畅通 然后最大的问题 一个是 一路上几乎是几乎是没有网络的 好 然后然后第二个就是 这边的话 他加油站 他很多没有路到这个岛上面 一个是加油站 还有一个就是风路 特别特别多 石头塌方子也特别特别多 嗯 还有就是我胎 扎了胎之后 我们去补胎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问题 就是说 那个补胎的 他找不到哪里 有问题 结果是我把他找出来的 我把他找出来之后 他说 说了一句话 让我狠这个的 他说你一天 一天是专门听胎的吗 然后跟那个洞补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正准备走了 我这个人喜欢检查 然后我又去检查一下那个轮胎 我又发现了一处 然后他说没有了 不好了不好了 结果我叫他过来 因为他也比较忙 叫他过来看 他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结果我也去又把他找到了 然后这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说路况 路况的话整体上说还算不错的 也没有特别特别的长距离你的烂路 就是有烂路有特别特别烂的路也有 就是短距离的 就比如说好像最长的那种烂路的话 那种土路我们就不说了 那种长距离的烂路的话 大概就500米左右吧 就最长的只有500米左右特别烂的路 其他就是飞铺撞路也很正常 然后他放那些也也特别特别这个 你看我这个车 香港里拉出来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干净了 现在搞成这样子了 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完全底盘 他是插着走的 底盘都是插着走的 哎 然后现在怎么说呢 如果大家要去走路亚线的话 还是非常值得去走一次的 因为现在的话大部分路 它都是已经铺装好了 路都非常非常好 只是说载路是特别特别多 就是一辆车刚刚领过那种路 特别特别特别多 嗯 说一下烂路占比有多少吧 就整个卢亚线下来的话 开始走到西线 后来绕了很多个线路 我现在也不不确定是西线还是什么线 西线东线中线我们都走了 然后最边上这最远这一条路也走了 嗯 总体感觉的话就是烂路占到总里程的大概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零一吧 意思就是呃整体上说的话 它的烂路不多 嗯大部分路都是很好的 啊 但是还是要小心新手 还是那句话 新手还是强烈的不建议去走这条线 如果是你想体验自己想去体验一下的话 卢亚线非常适合 嗯 因为这路的风景这些啊各方面的都还不错是吧 嗯 最后我再来补充一下啊 你们不要躺在家里刷视频啊 视频上的风景都是假的 真的你一定要用你的眼睛来看一下 用你的心去感受一下 真的真的真正你去看到了 和视频上是完全完全真的相差太大了 是的 好的我们过来给大家看看风景嘛 好的朋友们 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卢顾府的风景吧 嗯 wtedy ๋说 嗯 好了 嗯 在这里将记录下我们这一路的旅行经历和精彩故事 愿意与您分享 然后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个赞号码 感谢观看